今天我們這個團體來到了民雄國中 那這個國中今年是六十週年 那麼在今天有這麼多的藝人來到現場 那麼現在看誰先講 然後講說你們參與這個活動 然後你們通常除了通告 跟你們有秀在做 你們通常都在做什麼 我們先從方濟偉來 方姐姐來 濟偉謝謝你 大家好 我是方濟偉 其實我們參加這個活動是很有意義的 除了在拍戲以外 或者一些商演之後 這中間大家以為我們都可能吸引了 其實不是 我們一直跟著周嘉麗團長 在做一些服務社會的事情 包括拍公益電影 那反毒 反霸凌 那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 因為我知道我很多的朋友 他們都很擔心自己的孫子 尤其他會說 我很擔心現在會有很多人吸毒 那個可能毒品進入了校園 他們都好擔心 所以我覺得我們藝人應該有很多的功能性 那出來做這樣的公益活動 可以讓很多人改變思維 從小朋友開始 從學校 國中 高中 那我們接著在為介紹的這一位是 跟他在演一個偶像影片的時候 那我有曾經跟他講說 我在做這個公益 你願不願意換在自己的阿牌上 那我現在呢就為了問他 為什麼他最近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要問他的心情 我們歡迎高三豐 嗨 大家好 我是高三豐 那個很高興啊 周姐就是 知道我除了長得帥之外呢 還很有愛心 那這個愛心要發揮在哪裡呢 就是發揮在需要的地方 那其實呢 小水族有很多公益活動 是走 呃 國中 高中 那在這個地方其實就要提醒 就是年輕的小朋友們 就是呢 遠離這個惡習 不管是習毒啊 或者是霸凌同學啊 還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這個 這個 嗯 該怎麼說呢 也許父母親啊 或者是隔代教養 他們 呃 可能講不聽的 那我們拍了公益電影 然後呢 讓這些小朋友們呢 在觀看電影的同時呢 就是好好的反省自己 還有周遭的環境 然後呢 希望他們可以就是 長大成人 好好的 就是 把握自己的生命 這樣子 好 那麼 接著咱們也介紹了 這個 妮媛妍妍 剛典王八點檔的時間 還都動了 不知道會再有什麼 嗯 然後他也在火災線上去送物資 然後跟我們出去 然後我們來 讓高欣欣來講幾句 來 講五片的這個短題的請教來 哈囉 大家好 通常大家看到我都是在八點檔的演出 那其實我覺得 我還蠻開心 而且有這個機會 可以在小腿豬 在嘉莉姐的帶領之下 參加了這個團體 那剛開始的小腿豬呢 我們比較傾向 譬如說就是 關懷的老人 然後慢慢慢慢的 小腿豬越做越好 口碑越來越讚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覺得嘉莉姐真的很棒 她就是 幫忙募資 然後還拍了一些公益的電影 那這公益電影 其實我們 呃 主要主角的就是說 大家都要 關懷老人 然後反霸凌 反吸毒 然後要發揮你的愛心 那我覺得 呃 除了在工作之餘外 能夠來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 也算說是一個 回饋社會的一個 蠻好的方法 當然我很希望說 自己能盡 呃 一份力 來跟大家一起來做公益 謝謝 好 謝謝 高信心 然後 先總理介紹的一個 本來是 呃 我 那個山上座幕租 我本來都有帶她去 現在我不想帶她去 因為我一直都快滑了 那原廠就這樣 我都快滑了 我怕她也滑掉 兩個都滑去的地方 我來的關懷 抱歉 欸 欸 謝謝 謝謝 說真的啦 年紀不是問題啦 不過 真的是有點退化了啦 但是呢 我的心 永遠都很年輕 我們要把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藝人 形象好的 把好的 傳給下一代 而且呢 現在下一代 真的就是 這個 禁效啦 反毒啦 霸凌之類方面 那個還不太夠啦 就是我們盡量能夠先導 讓他們去懂 然後讓他們知道 我們用這個一笑一樂 讓他們能夠接受 讓他們天天開心啦 謝謝 好 那接著問您介紹的是 我們第三個戀愛與絕行 這個男人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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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邊也很高興 讓他學習 那 Those whotons Semines 當然有一排 結實在什麼 許多領悔 也很高興 而是 谢谢观看